7月28日下午,凡凡凡美丽湾联盟将在山沿海滩举行的年度音乐晚会,并在山沿海滩打入岸展出历年抗争计时的文件展,师徒对美丽湾饭店对外宣称的说法提出反驳。 在打入岸重建的过程中,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员邱炎亮也到场立庭,并且呼吁每个人都要关心这个开发案。 我好久没有来看树林,那么上次来的时候是刚好是宣判的一天,他不在,那么我就一直很关心美丽湾这件事情。 因为这件事情已经是荒唐到无以复加的地步。 我刚刚来的时候看到挂了一个牌子,说是不准在沙滩上面盖任何硬体。 那么我刚刚才晓得说是他今天下午才挂起来的。 那么我的解读就很简单,就是他打算把美丽湾拆掉。 那盖在美丽湾上面大的建筑硬体砖块就是美丽湾。 他敢挂这个牌子就是他要自己把它自己拆掉。 那么更荒唐的是我们县长讲说是拆了这个房子会造成环境问题,环境污染。 我们今天就跟县长讲,没有关系,我们来拆。我担保一个砖头都不留下来。 埋在下面的所有这些垃圾,我们会把它清干净。 你们公布我们不做的事情,我们人民的力量会起来做。 而这样子的抗争也不支持美丽湾。 各个地方,包括台北的和平部落,他们自己开始建立自己的家园。 包括都庚的这些朋友,也为了自己的家园,自己的生活条件,不断的抗争。 所以我想美丽湾不是以孤立的事件。 特别是在这个资本累积产生了问题。 而今天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掠夺土地,掠夺人民的基本生活条件。 这个时候,所以这个抗争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全球性的地方的, 也是关心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的一个抗争。 所以我呼吁所有对台湾关心,或者对台湾未来关心的朋友,一定要注意这些事情。 一定要参加。 因为假如这个美丽湾被他硬生生的开张以后, 有一个,两个,三个,四个,不计其数的,莫名其妙的发展计划, 他也会接踵而来。 所以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候,是一个抗争的关键的时候。 我想我表示我今天来的一些感想跟看法。